治療新冠肺炎 台湾一屆再傳捷報 由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院院長 領先的團隊 透過全台唯一P4等級的實驗室 發現了一款具有抑制新冠病毒效果的 潛力藥JMY206 例如BENFU展開是有幾千種 像這樣的資料都算是很大的數據 那你平常就要累積這樣的資料 還有演算法 那這樣你不太設計藥物的時候 就有有飢渴型 利用高科技輔助不走過去 耗時廢力的開發新藥流程 從全球對抗MERS和SARS的經驗 快速比對出全球超過250份 已經公開的冠狀病毒蛋白酶結構 成功在三個月內從市面的藥品中 找出能夠有效治療新冠肺炎的解藥 大家可能打疫苗嘛 那我說流感你打疫苗 但是你還是會得流感 你還是要吃客流感 那我覺得這個藥可能就某種程度 有這樣的機會 雖然這款藥固還沒進入人體臨床試驗階段 但是動物實驗已經證實有療效 預計四月將在國際期刊上發表 研究成果國際也寄予厚望 如果順利通過各項檢測以及試驗 新冠病毒口服藥新發洩 讓台灣防疫再添新整理 歡迎新聞後期另外一位台北報導